将摇滚乐结合金剧您有听过吗 国家文艺奖得主吴新国就带领当代传奇剧场新生代演员 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颠覆传统戏曲之作《荡寇志》 以现代的视角诠释水舞侠义和柔情 将金剧柔和了摇滚流行电音街舞等元素 演绎华丽苍凉悲壮的梁山好汉最终下场 新生代演员以金剧的舞打声段和唱腔 融合锣鼓和摇滚乐元素的音乐 颠覆了民众对水浒传108条好汉的刻板印象 由国家文艺奖得主吴新国 带领当代传奇剧场新生代演员 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颠覆传统戏曲之作《荡寇志》 所以在现场我们又有摇滚乐团 又有这个民族乐团 所以同时把金剧的最经验的这个优美的唱腔 跟摇滚的那种青春那种叛逆 那种热血的音乐撞击在一起 那包括说由吴新国来扮演宋江跟宋徽宗 那他同时带领这个26位年轻的演员 一起来做这一场这个 有点像电影的这种互动式的这种影像的演出 取材自施奈安的《水浒传》集合导演吴新国编剧张大春 以及周华健创作的音乐 三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将原众120回改编成三部曲 最终张荡寇制演绎梁山好汉的最终下场 也许是当家太年轻了 不是那么清醒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 嫌弃到最后有一点年纪的时候 有一点人生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在乎这个道义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道义就会用到正轨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戏的当后制 最后其实像想把一群年轻强盗做过的一些错事情 后来拨乱反正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新生吐露出来的 当后制我觉得真的在讲这个 除了吴新国挑大梁 许多新生代的京剧小将们也都热血上演 演出将在11月1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